我们生活越简单越好 可是住在这个香港 从四面八方来的这些同学 太多了 带来送给我东西很多 你们大家都晓得 我从来没有看过 告诉我 我也不把它放在心上 大众都有福报 大家分享 我一个人身后非常简单 一点点东西就够了 不吃也没关系 社房来社房去 与一切同学广洁善悦 好似 如果放在心上 那你就是为心走势了 再珍贵的东西都是假的 尤其这么大的年岁 八十之后 喝一天算一天 年轻的时候 老师给我们讲求生父 比喻说得好啊 老师告诉我 人生 从你出生到二十岁 人生的春天 二十岁到四十岁 人生的夏天 四十到六十 人生的秋天 六十到八十 人生的冬天 八十以后没有了 你的春夏秋冬都过完了 换一句话说 随时可以走啊 什么都不要贪念 八十之后在贪念的时候 那个前途不好 决定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里 贪心中的喝不心 贪中的鬼道去了 所以决定没有贪心 贪嗔痴慢都要放下 一心念佛求生进度 决定等往生 这就对了 所以这个我们要高度尽求到 后头这个戒戒得好 私而未得 故意为有 想得到 私而能得呢 悠悠不止 因欲无至尽 我们把欲望放下 没有欲望 故 永有不足之有 只要有欲望 就有 永有不足之有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修复 我们修复 很重的 更重的 是亲情的印象 那个更难断了 要真的把它想破 不想破 对我们有大害处 不要小看了 到最后不能往生 那后悔 来不及 我 谢谢观看